今天凭起情转多云,又是喜欢猪一龙的一天,目标很明确,向着猪一龙的魔鬼腰靠近,努力奋斗,向着更好的自己靠近,努力产良,向着追星梦想靠近,总有一天猪一龙会发现我的梦想还是要有的,万一实现了呢? 今天猫猫不煽情也不欢吃,就随便分享一些个人对于坚持喜欢猪一龙的理由。 第一次见猪一龙,那绝对就是猫猴时期的,那时候的猫猴也是感动得人稀里哗啦的,还真别说那猴儿演的,还真的挺像的,最后那句声嘶力竭的犬儿,我闻到了爱情的味道。 那时候我才十几岁吧,大晚上的十点多守着电视看,那时候是四川卫视的一个节目,系列片,演员都差不多,每天晚上十点开始。 猫猴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,第二次见面应该是新编成浪子的富宏学。 第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哇,没亲母秀的小少年啊,那时候猪一龙真的好受啊。 古装在树的腰带,那我鬼小蛮腰,剑指比女猪都要苗条呢,就是那时候品位也比讲盼,你没能把握住跟猪一龙的缘分,就那么生地生错过了。 第三次应该是跟杨蓉小姐姐合作的那部《三生情缘》,本来看预告是挺想看的,结果在一看妈呀太虐了。 那根本就不是虐的心疼,那虐的五脏六腑都疼得不行了,就连杨蓉小姐姐在采访的时候都吐槽说她自己都看不下去了。 就去问导演为什么她不能喜欢持瑞阿可,想而知剧情的有多扎心,所以为了属立一个良好和谐又希望的爱情观,我还是没能坚持看。 第四次那就是镇魂了,临近数假装忙着复兴呢,结果扑天盖底的全是安利镇魂的,于是乎没忍住在夫妻期间抽空去看了两集,结果卧槽 故事就这么开始了,于是乎就有了之后的声歌《胡杨七恒唐家》。 所以啊,尽管我现在很喜欢很喜欢朱一龙,也很喜欢她的每个角色,但镇魂当中的沈教授在我心里,地位还是很不一般的,又A又暖,简直就是男友的最佳人选。 虽然在2018年的下,天才正式认识了朱一龙这个人,但也算陪她走过了一个最佑纪念意的时期,看着她从当初的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演员,成为如今这个有实力有流量的被大家认可的好演员。 心里的感受也是很复杂的。 我这个人追星就是比较佛系,以前只是随意关注关注自己喜欢的人的消息就得了。 直到有一天看到有人在评论里说朱一龙的坏话,我第一次因为一个从未见过面敌人而感到愤怒。 就想立刻骂回去可理智还是在线的,所以就在心里默默地生闷气,这就像没缘由的互端。 都说娱乐圈与龙混杂,丽人设吵话题的事儿天天都有,可大家又不是没有眼睛。 即使有些事情我们并不知道全部单一个人的人品如何?素质如何? 通过一些小细节我们还是看得清楚的。 喜欢一个人,那一定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值得我喜欢的东西。 不然我傻呀,没见过他,他也不认识我。 我干嘛浪费感情的去护着他呀? 我喜欢朱一龙,不过就是觉得他吸引我。 他真的很好,我乐意也觉得值。 关注朱一龙也这么久了,写的朱一龙的文也差不多两三百篇了,所以我很清楚我坚持喜欢的这个人。 是知道的他身上的品质、人品、气质、魅力正一点点的影响着我。 我喜欢他带人出世的温柔尊重,喜欢他对待作品的认真、敬慎。 更喜欢他不教不造的人,生态度、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 人品三观比正方形还要正他往那里一站。 像游先生第一眼看过去就觉得,哇塞,这人真的正气十足。 所以这样的人我干嘛去坑呢? 即使情敌真的很多。 我都没想到我能喜欢他这么久。 也没想到喜欢朱一龙会上瘾。 喜欢朱一龙会成为一种习惯。 起初写文的初衷不过是个坚持而已。 那时候还不是小笼包呢? 如今呢,生活更加艰辛。 穷得可怜,可并不觉得有什么也不觉得在浪费时间因为日子过得充实也觉得甜。 我比邪我心,我比寄相思挺好的。 大话不敢说太多,也不想说什么我会一辈子喜欢朱一龙这种话,不然以后我对象也不乐意啊。 只是希望作为一个陌生人,默默地看着朱一龙能走得好就够了。 这样好的人要是不能梦想成真,有点太不公了。 在此呢,也谢谢一只蚁来支持我的小笼包们。 看到你们的留言,我真的很开心。 昨天还有个包包,说看到我的文就会觉得开心。 不光你恋朱一龙,还迷恋我,我真的很满足。 最后,短期目标给自己立个flag。 寿石金和两百零粉丝。 请朱一龙给我力量,帮我实现一下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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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